耶! Check in the Lobby 大廳是設計下城市的座位 可以獨攬景觀 迎賓的飲料很特別 喝下去還會回甘喔 裡面有紅胡椒 柑橘跟伯爵茶 整面的全景落地窗 讓我們可以完美的 把這座人造與林收入在這個視野中 走廊的盡頭有繽紛的珊瑚藝術品 讓整體入住的氛圍景上添花 珊瑚的上面是天井的設計 讓光線可以自然灑落 搭配光影水波紋 搖曳深姿 光影迷離 終於到我們這次訂的Villa囉 我們訂的房型是湖景泳池別墅 要經過兩道門 那它是分為兩個不同的Unit 那我們是這一側 推開後時的雙開門 就是95平的大空間 整體設計優雅現代 但又與傳統的越南房屋做結合 處處都是對稱的設計 對望成雙 極度舒適 客廳的後方擺了六人位的餐桌 黑色大理石台面配上 孔雀石綠的掛畫 讓視線有了焦點 酒店還很貼心的準備了調酒圣巾 讓你想喝哪款酒就調哪款酒 轉換鏡頭 轉換鏡頭到了廚房 開放式的空間配上尺度剛好的中導台 廚藝隨興發揮 紅酒櫃圈 紅酒櫃 紅酒櫃 微波爐跟烤箱 再附上食譜 我都懷疑我現在是不是可以開一間餐廳了 不過大家來住立金 最不能錯過的就是他們品項豐富的mini bar 在廚房旁邊的小門一推開 我們居然有自己的洗衣房 而且裡面的備品一應俱全 除了有洗衣機之外 我們還有洗碗機可以使用喔 前往主臥房 大面的落地窗帶入了採光 也讓視野停留在了眼前的湖盤 往窗邊一待 泡杯花茶拿本書 望湖水靜待日落 我們鏡頭一轉 來到了主臥的衛浴空間 那整體還是沿襲著對稱的設計 雙洗手台分別位於兩側 還保留了梳妝的空間 廁所與淋浴間分割的距離很舒適 街材用了間接光源的設計 讓氣場不再無聊 浴缸附了兩款的浴鹽 讓泡澡也有儀式感 比拉該有的戶外領域空間 也做了大尺度的延伸 飯店附的背品也不馬虎 光澤亮面的布拖鞋 提供了很好的包覆性 讓我們穿著他們的精緻室內拖鞋 然後繼續開箱我們的飯店房間 拉開前往泳池的玻璃拉門 走在自己的池畔 水面反射的光影黏衣 形成了雙面的水景 欣賞著泳池與碎蓮池相連的美景 圍著他們的是我們的第二客房 一進到房間 馬上感受到充足的採光 讓人放鬆 臥房的風格統一 旁邊拉門的設計 可以自由變換空間的格局 步入式衣帽間 結構層次分明 來試試他們歷經的雙層浴袍 浴室有相同的雙抬盆背靠背設計 中間留給了浴缸 正對的窗有做波浪紋的木格山 讓泡澡時更有安全感 泡完澡可以打開房間內的mini bar 或者是到客廳去享用水果跟點心 下午下午下了長雨 但我好像看到了這套房最美的瞬間 好啦我是愛租飯店的肉影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在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